路線跟警官 那我想接下來 現場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 對於剛剛三場 時間不是很長的 很充裕的時間的分享之下 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意見 然後要請教於在座的幾位語壇人 大家好 我是張哲明 那今天也很高興能夠參加這個會議 這個分享 然後在各個我們鐵道前輩的 剛剛的介紹之下 其實我們也是虛擾了很多 那因為在苗栗舊三線這部分 其實未來它好像也會走向所謂的 觀光這個路線除了文化面以外 那就是以我們各位前輩 以及你們所認識的部分 如果說要介紹我們舊三線 就是沿線這個部分 如果說要介紹給客人 就是我們的所謂遊客來看的話 如果說有五個最棒的 就是五個最棒的點 在你們心目中 五個最棒的點是什麼 有時候跟遊客的看法不太一樣 因為你們認識的部分是比較深入 那有五個地方 能夠介紹給遊客的部分 不知道我們的專家們 以及我們的前輩們 你們的心裡面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點 可以介紹給我們的遊客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可以把它收集下來 下次再看這些我們的救援線的時候 其實不只我們看到表面那個部分 還有一些很深度的去觀察那個部分 好 以上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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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剛剛講的 余滕平的故事 那你覺得那個李厚還在嗎 再下去就是大安西 從大安西鐵橋一直到大安站 那事實上不能講只有鐵橋漂亮 怎麼樣 大安西東邊 大家去注意看 大安西的舊站是在現有車站的北邊 300公尺的地方 為什麼會坐在那個地方 一樣 是為了建橋的原理 一樣 為了防止洪水 剛剛有講到一個七塊處 七塊處的橋 在大安站北邊 賴老師 有一個叫七塊處的橋 有沒有 大安西北部 那為什麼會叫做七塊處 就是在八七水災之前 那個大安西河床是禁建的 不能有定著物 那只有在那個山邊有七戶人家 所以叫做七塊處 那名單也叫七對處 那大安站 所以會建在那邊 就是為了要避水 避火 那現在還有那個 4211935的那個紀念碑 還有一個很值得看的是什麼 灌溉工程 它那裡又不是已經 大安西的灌溉工程到葉梅去嗎 除了那個之外 更值得看的 你站在樂台上 詳細的端詳 你可以看到一片原森林 那個水 那個水為了保護那個水流 水資源 所以它那個原森林 可以貼近火車的月台看到 我請問你你在哪裡看到 在大安站可以看到 太安站 太安了 大安西太安站 在那個太安站 月台上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什麼 你可以看到猴子 你可以看到什麼 你可以看到自己 你看過嗎 我看過 可是我比較常帶反 以上是這個 我比較推薦的五個點 那另外厚禮那邊 當然也有 厚禮那邊 我們就因為 那個不在這個 將來的這個 舊山縣範圍內 事實上它的點很多 也光是一個太安站 我就把它列了石井 太安石井 那這個有時間 我們再談 謝謝 張老師謝謝 謝謝 好 我覺得那個 從那個鐵道人的角度裡面來看 他所建議的點 都不是我們在觀光手冊 或者是在一般導覽人員裡面 所聽到的點 那接下來 是不是我們也 從那個養護的那個角度 就是一個 裝飾機 對 這樣 這個 在現有 台鐵鋼的好像 浩子山大部分 大山還有 大部分都沒有了 所以說 在那個浩子山那一段距離 都是在前文字R15的 所以如果大家 如果對軌道方面 比較有要去研究的話 可以說 在南邊 南邊那個西線的走回線那邊 不過呢 那個軌道已經 拆 拆除一半了 剩下那個 倒叉 看不到的地方 那個 在往裡面 看不到的地方 都是拆掉了 因為那要停死的時候 就有被小時候 去把那個崗位把它記掉 那以前是37公斤的崗位 後來就沒有再去保養以後了 那也沒有用到嘛 所以說 那就把那一段 比較往裡面的那一段 就把它拆掉了 就順向外面這一段 是看不到 我是建議那個 因為他也剛好是跟那個 宜童坪橋的北端嘛 很近嘛 那個地點也是不錯的 謝謝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請那個 副處長 對 跟我們分享一下 今天這個會這麼硬的話 我幹嘛 我覺得舊三線齁 處處是亮點 看各位怎麼去開發 那 我最近看到日本的 新野度假村 本來一個快倒的滑雪場 他去推 他是滑雪場 新野 他去推 夏天的流雲 很成功 旭川動物園 也快關了 結果推一個 冬天的企鵝 所以 亮點看怎麼各位去推 那我個人比較偏好是 是剛剛阿基巴那個簡報 是我有處理的一些 其實我覺得 覺得那些食材 那個有一個照片 那個食材 以我的觀點來講 那大概是 最珍貴的資產 因為那個 食材從哪裡過來呢 市林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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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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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石角莊 他有一個採絲廠叫石角莊 然後他經過 用 用 用流龍 送到淡水河 淡水河再送到 淡水 淡水再換海船送到公司寮 公司寮應該就是現在的 龍港 然後再用 用馬車送到苗栗 再用苗栗輕便車送到三億 再牛車送上來 欸 那個石頭 真的是很珍貴 所以後面那個照片 是海線的照片 那個是同樣 對 海線 也有一段 但是真的沒有這邊漂亮 那 這個就看怎麼去 營造一個故事 那至於人文的部分 我這裡看到了一個盛心站五十幾年的一個回過書 以前在那個時代 車子要進站的時候 好像倒叉都要有人在那裡看 那這位先生 他剛好寫了一個回過書 他說晚上的時候在等待列車的時候 因為氣候一時轉暖 他就不知不覺的進入假眠 我不曉得什麼叫假眠 假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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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睡喔 他是假睡而已 所以 等列車進站後才出場 哇 通過了一輛 因此這樣他寫了一個回過書 欸 這個也是一個故事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去到盛心站 為什麼外面有一個 有一個敲 敲鐵的那個 然後南北端的計電視 也有一個 我想這個是他們的聯絡方式 一聲兩聲代表什麼意義 欸 要回報 這故事是靠各位去營造 所以 你說亮點 我覺得處處是亮點 看我們怎麼去想 大家動腦筋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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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鐵道迷的部分 他們當初 站在很多的點 他們是比我們一般的那個 行客或者行客 都更能夠更敏銳的去發現 到底哪一些的點 能夠去捕捉到這些火車 或者是鐵道或沿途的風景 最某的一個看 那我們請那個代老師來跟我們分享 欸 好 那個 我們再回應一下 如果說 要點出哪五個點 我相信剛才幾位前輩已經 都講了啦 我最近學到一個名詞的時候 講這些 講這些導覽的時候 深度 廣度 還有一個溫度 我這個人比較欠缺的是溫度 老實講 因為我大部分的時間 以前我在九三線拍的時候 我先跟各位講 你們看到像背後這樣照照片 那時候我們一整天在山裡面鑽的時候 那時候山藝大概 有沒有7-1我快忘記了 我們就在山裡面 我們要進去那裡面 就 有喔 現在山藝有很多7-1對不對 那個時候我們是在 要進去山裡面拍的時候 我們自己 我們這些鐵道迷之間互稱說 我們進山裡面就是不吃不喝不辣不辣 為什麼 那個山裡面 男生也許還可以 小片以下還可以啦 那個大的盡量不要避免 就要避免 因為山裡面沒有 我們也不會像現在 現在聖心站即使 非假日都是一堆人 然後你要上家 你要找吃的都不是問題 可是當年 連個假日 可能都不太多的人 所以我們當時在找的時候 可是相對 我們要找這些點都非常容易 找到那邊去 大概 不好意思我用一個形容詞 在老子裡面有個叫 道可道非常道 有些人天生就是會早點 我說的不是我 是我朋友啦 像我比如說 像哥們裡面看到這一張 這一張 這一張是在他一個 當年 鐵仔鐵拍的宣傳照 是在這個張照片 那張舉光號的位置 在已經出了一號隧道 尾巴那邊那邊拍回來的 可是我們當年 我們在找這些點的時候 已經找不到了 不是都找不到 因為那個後來的 苗49線換的 新舊苗49線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變得 沒辦法像以前那樣拍個歪 可是我們後來在 有個傢伙開始 我本來是放棄的 他說欸那個 那個坡度 有問題喔 就苗49線有一個茶園 其實我這個點 我是有點放棄 要嗎 可能嗎 好啦被拉上去了 上去哇 中獎了 就這個 所以後來很多的 照片都出來出來 所以說這一點 剛才我們總監講說 有沒有我們特別的 我只能這樣講 各位在帶這個東西的時候 有些是太辛苦 不要去 不見得要帶那些旅客去 除非說 現在又把那些 產生一個可以景觀台 不過如果是我 我倒是很建議 為什麼 現在這個年頭 大家流行一個什麼 私房景點 可是對我來說的話 這些私房景點 我倒是建議 有些私房景點不要太公佈 倒不是說 我們一個私心說 我拍得到別人拍不到 不是 因為很多私房所謂私房景點 公佈馬上就 還不如就是剛才講的 我們剛才講的 深度廣度 我不敢講我深度廣度 但是我像我溫度 我是沒有 但是我建議各位 真的每個人的個人特質不一樣 帶導覽的手段 就是剛才副處長講的 每個人自己進去發揮 因為我帶 我也帶過台鐵郵輪式列車的 三台線一日遊的 然後也帶過 比如說張華散行車子 前幾天我才帶 都是要靠這種講故事 可是我各位你們從頭 我剛好聽過很多 我有很多是其實是在講 所謂紙上談兵 就是我是看那個歷史資料 比如說我在講山海線的時候 去找到那種 山線跟海 就台中跟彈化之間的恩怨 那種的 我像現在我在六月三 在導覽課的時候 有些導覽人員 導覽人員訓練的時候 有些人會聽過我講的 類似東西 這樣就是說不管是 各位 經過一些時間 你們可能這時候講 或者那時候講 所以說與其說我要去找哪幾個景點 剛才有講 剛才就有講說 有型的那幾個景點 其實都很好 那無型的呢 就是我剛才講 類似那種 比如說 司機員的 可能大家就多多去採訪 或是看有沒有像我這種 我是比較懶啦 我沒有把它寫出來 但是就我可能去採訪之後 如果有人去採訪之後 把它寫出來這樣子 大致上我的建議 應該就是這樣子而已啦 如果還有什麼的話 我看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趕快還有沒有人再問啦 就這樣 各位好 我是劉昆秀老師的學生 我是中班長 先跟各位致歉一下 劉老師 因為環島 受傷 所以沒辦法來 我也跟常跟劉老師 跑舊三線 就是 然後也有帶一些旅遊團這樣子 那但是說 在苗栗 舊三線最大的問題 盛心 沒有交通 我不曉得 苗栗線是怎麼去想的 那個交通非常的不方便 你說停車場 並不是每個外地客都會有開車 或租車 我查說前幾年 舊三線 舊三線 三義還有 還有那個交通車 假日交通車 可是這幾年根本就沒有 你是不想辦交通的 不想辦旅遊的嗎 這邊每天人那麼多 對不對 一點交通都沒有 再過來 我們是來自台中 台中的 那我們對於舊三線 那個 苗栗線長說要弄那個 Rail Bike 那個真的是千分之二十五的坡 單軌 你叫人怎麼死 怎麼死 怎麼死 什麼行死的死 怎麼死 這是個很大的問題 我倒覺得不是說 像林家龍市長講 他四個縣市聯合起來 把這個舊團線 把最後一條 泰安道後里 這邊給他打通 看是假日 像以前 不管是邱 以前邱正宏縣 那個 劉正宏縣長這樣子 假日 四個縣市來 聯合一下 錢湊一湊 這樣 交通打通了 假日 假日一班 蒸汽火車 像國外這樣子 我兩個月前發布 請旅行社來帶團 對不對 現在不是講說 沒有觀光客 沒有觀光客 其實這種 重點的鐵道觀光 其實是人潮還是很多的 為什麼 看一些鐵道民 都到日本去看蒸汽火車 為什麼 他沒有幾台蒸汽火車 除了今天DT668 跑出來散步以外 齁 那個煙又小 齁 真的齁 氣心露名 齁 謝謝各位 謝謝 那個 呃 其實今天我本來想說 今天比較人文齁 那 沒想到還是有文 好 沒關係 那個第一個啦 交通的部分的話 那目前 縣府其實已經在開始 其實已經在做台灣好行的三一線 其實他最終點會到盛行車站 前端北邊的大概150公尺左右 因為就不要讓他進去 因為他有一個愛口嘛 有一個愛口 你車子進來的時候 比較容易會造成他車輛的打結 那 而且整個我們在配合三一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原則在 原則上到他那個有一個岔路的地方 剛好有一個分岔的地方 因為那個民宿我忘記那個名稱是什麼了齁 綠月方舟嗎 大概在綠月方舟再上去一點那個地方 嘿 那那個地方來做 那 目前是因為他整個業者 客運業者他本身 有一些考量上面的問題 我們現在正在修正計畫報準中 那其實已經經過了三次的招標 那這個部分我們 目前已經有規劃台灣好行的方向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整個 因為我們在 其實我們對舊山縣來講 當然會以整個 副始作為最後的目標 可是舊縣府的 就是說之前操作過副始的部分 他整個在台中市政府 他的評估部分 他的金額所費不支 這個是我們大家客觀來講 那不是說不願意來推動最後目標 那我們其實是把整個 軌道自行車那部分 當成一個比較短期 讓資產能夠去活化 但是我們在 其實我們所有的行為來講 基本上都會收到文資上面的 的約束 那我們也依照相關的規定來做處理 所以並不是說今天好像說 陳如之前在網頁網站上有人講說 我們會去把鐵軌切掉或怎麼樣 那倒也不會去這樣來做思維 那我們就利用現有的基礎 然後去做一些整個活化的一個措施 那其實回過頭來今天的重點來講的話 其實我對舊三線來講 其實因為我 基本上我在求學在小時候都是往北走 所以北邊的鐵路我反而比較熟 我對舊三線的印象就是說 那個我其實一直記得 聖行車站其實我有印象 因為要停很久 所以我會有印象 然後之後呢好像經過一堆鐵橋之後 在左手邊有一堆的砍棒 以前什麼什麼那個什麼 廣告大樓 沒有沒有那 就一堆的那個那個 就這一堆的廣告砍棒很大的 那以前是T現在是T型的嘛 以前是那種一個面板然後兩根支柱下來的 所以我一直印象 後來之後前去年有拜託 那時候還是斷長現在是副作 斷長開那個工作車的時候 我們在尋就是在整個在就是有跑一趟的時候 那些東西都還在 所以我大概都有一些印象 那其實回過頭來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 縣府其實在火車站的那個後面 鐵路一村那邊 其實在做後續的活化的措施 後來我們去調了六十幾年的空拍圖 我們發現真的是以前 因為果然還沒電氣化之前 那個後面以前是農場 所以完全幾乎沒有路 只有一條小路 然後那邊 基本上有一大片的土地都是堆煤 然後後來經過那個我們 退休的同事在講說 那個地方真的就是 以前就是因為要燒煤炭 所以就一堆的堆煤 因為看起來從空拍圖 雖然是黑白的 都是黑的 都是一堆一整片 那 因為那個部分的話 其實在縣府來講的話 包含了譬如說 新浦或者是檀文 或者是我們把 造橋車站這些等等 等等 其實我們目前正在 也在評估說 類似像火車小旅行 透過一些我們跟 利用鐵路對大家的回憶的部分 去串起那個部分的觀光的想法 另外的話就是說 其實救山線的話 我們目前正在 也透過相關的計畫在做 希望能夠從工程的技術上面 工程技術 因為 照我們現在學工程的人的角度來講的話 一定就是當初設備能夠供給到那樣 或只要達到那個規範 車子才能跑得動 這是最起碼的要求 各位去看說它的隧道 它都是用秤氣的 用磚的秤氣的方式 那包含了子母隧道 然後 還有一些過港隧道這些等等 子母隧道部分 有被美軍用機槍打過 我不知道 救山線有沒有當年 有沒有那些彈孔 應該絕大部分跑不掉 因為它一定 美軍的話一定是全面掃射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當然今天也有 拜託說 譬如說 那個各位鐵路的先進 就是說有一些 那個駕駛員上面的辛苦攤 或者是有一些當初的 有一些 撇步這種的 還有在於 主政者 經營管理者 他對於救山線 整個台灣地區開發的一個想法 會去構成他救山線的發展 那包含了 還有就是各位在以前從小 如果有通車通勤旅客的部分 他對救山線的回憶這一塊 我們其實會往這幾個面向去收攏出來 呈現不同面向的救山線 讓大家 讓救山線能夠 呃 重現各位的記憶之中 那 呃 當然我本身1935年來講 對我是一個蠻 蠻敏感的一個數字 不是因為我體重1935 不是 是因為其實是1935年的話 我的家就是那個時候倒掉的 我老家就是那個時候重蓋的 所以 關東山地震來講的話 那個不管是對救山線來講 或者是對我自己個人來講 其實會蠻 蠻 蠻有不一樣的 那 呃 我們其實在透過另外一個計畫 也希望說他能夠去找出 當初救山線 整個震災 或者是鐵路震災 欸 就是 關東山地震 的震災的 他有一個評估報告 就像小林村 你在網路上已經調得到他 看評報告 然後呢 就是像譬如說 莫拉克來講 他有一些看評報告 希望能夠調出來 還原當初 救山線受損的情況 跟之後 這些鐵路工程人員 都 真正辛苦的這些的部分 好 那我做以上的說明 感謝 謝謝 謝謝 主席各位前輩 我是退休校長 因為 有機會參加鐵路導臉訓練 操作過兩次以後 發現剛才那個 我們劉劉老師的學生講的那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進入盛興車展 所以 就是說我們一般如果帶老人家去的話 的確是有難處 波度太大 但是我發現有一條路可以走 可以解決交通上的問題 就是說你從 我們從插路的時候 會上坡 上坡插路一個去立葉方舟 立葉方舟大概前50公尺 到立葉方舟大概 你從插路走到立葉方舟 50公尺的話 那有一個 一個西湖西的出口 你如果我們打到西湖西的出口 沿著那進去的話 想要走平路 接到後面的產業道路是平的 你看那個 盛興車站就好像 看到廣西的吊腳路一樣 那只要把那個 平平的打鋪地磚 或者那個平面的石板路去拼 就可以解決 解決那個人車分道問題 車子走上坡 人走下面 下面走我們沿著西湖西的那個 放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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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巧一個西湖西 沿著西湖西 順著那個走 就走到西湖西的車站的那個對面 對面就是我們看到很多人家那個地方 那平平的走進去 我覺得走得非常的舒服 而且有小翹流水這樣走進去 結果是不是說 只有一百公尺的 一百公尺的公尺的問題 大概解決就是說 我們人就停在那皇家的那停車場 然後人車子要進去 要走車子的人就上去 如果不走遊覽車到那邊 我們順著你走進去的話 我覺得是 那是非常非常舒服的一條道路 但是就要解決 不然的話我們人要走一個波渡 波渡走到賣苦茶油的 那插下去嘛對不對 插下去走到後面 如果我們不走那條波渡 旁邊有一條小溪 沿著西湖西的那個平平的進去 我覺得那條只要克服到 一百公尺那個兩岸的用 不要很大的公尺 要鋪石板就好了 那個生態這樣 就可以解決說 如果觀光客來吧 就是遊覽車停的那個地方 人又走進去就不會走得上波渡 像有時候帶老人家走那段路很累 而且上面是人車將近 如果我們到人車就分道 人要觀光客走那邊 這樣又很濃密的延伸太離 由這邊通常我們有這邊看那邊 翻過由那邊看這邊的時候 我覺得那風景非常有深度 而且景深非常好 這個我們行鮮政府 我能不能 這是我自己去發行的一條 這個很簡單 一行就解決馬上了問題 我覺得那條路走 因為走進去的時候 你看到反向看盛興車站 看到老鐵路 看那個景深我覺得非常漂亮的 工程類不多 只要一百多公尺的鋪石板就解決了 好 這是一個想的 謝謝 謝謝 那個校長講的應該是講說綠岳方舟嘛 我不要上坡 我就直直沿著綠岳 右手邊是綠岳方舟 我走過去 有一條野溪嘛 然後順著野溪那個 往左邊一直上去 接出去的 那 那那個部分的話 其實在前兩年公所 其實有稍微談到這個 後來是剛好沒有那個機會 去有相關的計畫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剛好 目前客委會跟觀光局 他本身提案的部分 那已經有開放相關的機制 我們這個協調三一鄉公所來做提報 那只是我印象中那個地方是野溪 那個時候有聊到就是說 要請公所那邊來稍微做一下水裡計算 看他的通宏高度的問題 有稍微有提到這件事啦 那那個部分的話 是在102年還是103年的時候 有稍微講到這件事情 那這個部分我們在協調公所這邊來 來依照我們中央長官這邊的 來做處理 感謝謝謝 然後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因為我們從五點就已經跟他們 連到五點半了 那我相信其實今天大家會來參與 這場座談會 其實我發現今天臥府長龍 有很多人其實已經本身 就對於鐵道非常的了解很深入 然後甚至在座那邊還有台北機場 前廠長然後還有包含彰化檢車辦的 彰化檢車辦的那個前主任 其實本來想邀請你們上來 分享一下有關那個善行車庫的一些資訊 但是因為這件事情有點來不及 那因為各位首都上信 現在目前被我依照那個意見回饋表 那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假設來不及把你們的意見 剛剛提出來的 或許你們可以在意見回饋表上 大概簡要的提一下 那我們這些意見 我們都會非常的看重整理 然後看是怎樣進一步的回應 那我們今天不好意思 就謝謝各位今天的參與 然後我們今天就到此結束 謝謝